衛生素統計大檔 已經是國內感染 發生零層的第一名 醫生說 這是可能跟吃東西的習慣 有這麼大的關係 尤其是要吃烤肉 漢堡 全的東西的民眾是高飛翔館 今年六十一歲 這個年輕的時候 因為最小的關係 三餐都吃外面 而且每一餐一定都要吃到肉 吃到肉 這個青菜水果 根本就沒在吃 一直到兩年前 早點上夜父親坐在那邊 就是最大檔 健康檢查 結果在大檔 裡面發現三顆屋性的蘭蕃肉 讓你家宰就是把它拆掉 若不就真有可能變成屋化 變成大檔 以前就是肉就一直在吃 就不注重蔬菜 你說外面應酬 大部分都是肉出來 根據國警局的 通緝發現說大檔 已經是國內感染 發生零層的第一位 而且最近就感染 零層又有很快出生 由於九十三年 九千八百控制的人 第第五年來 已經增加到一萬一千多人 九十九年 感染性裡面 對大檔已經擺在地上 醫生說這個民眾要吃烤的 漢堡和炸雞 這些高油高質量 是不是真有關係 如果整個大檔 沒有什麼政策 如果整個等到爆炸有火 也就是不斷疲 往往都堅持大檔的第三 也就是第四季 他們處境的民眾 對大檔 電機醉台邊的這些是大餐檢查 三餐檢減吃一點油 多吃一點青菜水果 保持運動習慣 這樣才能 體管身體變越來越 記者總共報導